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短文的读解时间 主要是提升大家对于 读文章的时候的一个速度以及理解的范围 那今天准备的是一个 短故事 是有趣的故事 以及里面会有一些道德的价值 可以让大家学到一些东西的 那我们就事不宜吃 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好的那没有开始今天的短文解说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订阅他妈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卡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短文的主题呢 是熊和旅人 熊是熊和旅人 就是河 旅人就是旅客旅人 就是经过的一些客人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友人二人都有旅游工作 友人二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 就有两个人的意思 和朋友呢 两个人呢 旅游をしていました 就是踏上这个旅程 去旅游这样子 旅游をしていました 然后呢 そこへ大きな熊が現れ 这个 我们刚刚经过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旅程当中 有一个大きな熊が現れ 那这边呢 它是用这个大きな 是什么呢 而不是用大き 这个意形容词呢 那如果熊的话 因为熊一般都是比 人类还要更大的 但是我们不能具体说 它是有多大 就是很明确的说明 它只能让我感觉到 它好像很大一只这样子 所以我们去用感觉的 去用大きな 如果具体的话呢 就是大き 就用意形容词 来去形容那个物体的 所以它就是说 大きな熊が現れ 有一个人呢 さっさと きによじのぼり かくれました 那さっさと 这个是副詞 就是立马 马上立刻的 速度赶上灯呢 きに き就是树 这个よじのぼり 是什么呢 よじのぼり 就是攀爬的意思 爬上树 かくれました 躲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就很明确说呢 它就是有一只 很大 但是对我们来说 是有一点距离的 只是感觉到 有一只很大的熊 正往我们这个方向来 所以有一个人 他就是马上的呢 就是爬上树上 就躲起来了 かくれました 然后呢 逃避れたもう一人は 地面にふいて 死んだぶりをしていました 那逃避れた 就是呢 迟的 就是没有马上逃跑的 来不及逃跑的 另外一个人呢 一个就是已经爬上树了嘛 那另外一个人 还在 留在原地的 那个人呢 就是呢 我们讲 躺在 趴在那个地面上 然后呢 死んだぶりをしていました 何々ふり 这个就是假装的 假装自己就已经死掉的 那种感觉 就没呼吸 那这个可以算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 热知识 就是面临 如果遇到 有熊的话呢 就是尽量不要动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くまは この男に 鼻面を近づいて かぎまわりますが 我们先来看这一句 那只熊呢 就到了 那个男生趴的地方 然后呢 他就在 这个男生的 鼻尖 鼻尖是什么呢 就是鼻头 就是直接 鼻头对鼻头 这样子 那个地方 就叫做鼻尖 鼻尖近づいて 那只熊呢 就凑近了 这个趴在地上的 这个男生的 鼻尖 那凑近了 你的鼻尖 かぎまわりますが かぎまわります 是什么呢 就是呢 一直 重复的徘徊 排在那个地方 就是去嗅 就像我们知道的 呃 动物 都会用鼻子去嗅 看这个味道 聞看这个味道 所以他就一直在 他的鼻尖 他脸上 这样子 就是徘徊着嗅 但是呢 这个他就用个 男人 一直在 息を殺していました 那 息を殺す 这个之前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惯用语 就是 杀掉你的 这个 呼吸 也就是指 憋气的意思 息を殺す 所以这个男生 他一直都 憋着呼吸的 所以呢 就不会让 这只手 差距 得到 你有这个 呼吸的 频率 就是 嗅不到 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就说 やがて 熊が去り 木から降りてきた男子が 我们先来看 やがて 是什么呢 やがて 就是 在这不久之后 我们可以说 不久 不久呢 这只熊 熊が去り 他就离去了 离开了 不感兴趣 这样子 然后呢 木から降りてきた男子が 刚才不是有一个 躲在树上的 一个男子吗 他就呢 就是 从树上 降落 从树上呢 就是 自己 爬下来的 木から降りてきた男子が 他就说了 这一句话 熊は 何度 支柔いていたのか と 尋ねると 那 什么是 支柔いていたのか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以为呢 这只熊呢 刚刚 凑近 那个 爬在地上 男生的 这个 鼻尖的地方呢 以为 这只熊 正在 跟这个男生 支柔いて 支柔く 是什么呢 就是 说一些悄悄话 所以呢 他就问 刚刚 那只熊 熊 何度 支柔いていたのか 他在 就是我们讲的 一直在 男男 自语什么呢 有听到那只熊 男自语 讲些什么吗 尋ねる 就是 询问 他询问这个男生 然后呢 这男生 他就说 他就这么回答 他就说呢 当然呢 就是熊 不会说话嘛 不会就是在 你耳边 男人自语 这样子嘛 所以呢 他就用了 既然你已经 问到了 这个 呃 这只熊 到底刚刚 在和你说一些什么 悄悄话 你就说 避難の時に 就是在 危难 有危险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呢 傍にいてくれない 不在身边 没有和你共患难的 这个感觉 他说 傍にいてくれない 友人とは 今後一緒に 旅をするな 之后呢 再也不要 一起 呃 就是旅行的 这边的 するな な 是禁止 就是呢 呃 不要 他算是一种 提醒或警告 说不要 和这样子 可以把你 在 危险的时候 丢你一个人的 这样子的 呃 一个旅伴 不要再跟他 一起去旅行 だって 那后面呢 他家的这个 だって 就是呢 他在说 哦 刚刚那只熊 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就是这样子 告诉我 就是说 在危险的时候呢 不在你双边的 这个 好朋友呢 以后就不要 跟他一起去旅行了 だって だって 就是他这么说的 原话翻过来的 所以他其实 算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 但是呢 也是可以 就是 呃 学到一些 刚刚有那个 道德价值的 就是在 我们讲 无法共患难的 朋友 自己先跑掉的 留下你朋友 待在原地 不离他死活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下次遇到这样子 尤其是 在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更加危险 所以呢 不要跟这样子的人 去旅行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阅读短文的部分 那这个呢 也不算太难的文章 其实只要稍微读一下 有逻辑性的去分析 你就可以很快理解 这个文章 它到底要诉说一些什么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到辞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个赞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说他妈最新动态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我这个是様でした またね バイバイ by bwd6